恭请法师 慈悲开始 大家请客掌 我们一起来成年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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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 习讲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般我们讲经之前 首先先从晶体来为大家介绍 一般我们讲经都是以这样的程序 来为大家署名 那上一次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晶体 这个晶体总共有七个具 上次已经把这个地藏 还有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 给大家说明了 那在这个地方啊 菩萨最主要的是指地藏王菩萨 地藏菩萨的精神 是什么 这一部经 它的主要性的 是什么 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所讲的经都是为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中心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一生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都是以地藏菩萨为中心 那上次已经给大家说了 地藏菩萨的悲心 地藏菩萨的悲愿 众生如果受的苦难越多 菩萨的那个悲心啊 是业重的 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 菩萨不忍心啊 特别是在这个最苦的 最苦的就是地狱 在地狱的众生啊 那个造业很重 众生在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顽固的 非常难度的 非常刚强的 但是地藏王菩萨从来没有死去 从来没有放去 都是在关怀 互念 想尽办法 什么样来帮助 很多菩萨哦 看到啊 众生这么顽固 这么刚强 这么难度 特别造业很严重的 一扭头就走了 就不渡了 地藏菩萨没有 这个就是 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 人家不愿意去的 地藏王菩萨愿意吃 人家不愿意吃苦头的 地藏王菩萨愿意吃苦头 无论有多苦 地藏王菩萨都是发这个心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要清楚 所以我常常做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呢 比方说我今天要发一个心 发一个慈悲心 我要来学佛 我要为这个众生来服务 为这个道场来服务 为这个社会来贡献我的力量 为这个国家 我要为这个国家来贡献我的力量 以我的慈悲心来帮助一切众生 来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我们愿意去吗 这个地方很穷 这个地方的地方很苦很糟糕 你愿意去吗 你愿意去吗 什么都不方便 你吃饭也不方便 为什么没有电 没有瓦斯 你要靠什么 你要靠你的木材来煮 你要自己砍材 你要打电话 你要用电脑 什么都不方便 你要洗澡 要没水 你要挑水 你要买你的食物 日常生活用品 又很不方便 你要走路走得好远 而且在这个地方很苦很苦的 你愿意去吗 没有人愿意的 但是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 我们来看 邱老师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因为这个地藏菩萨百愿经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 刚才已经讲过了 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度化众生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包括阿弥陀佛 都是以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精神 到现在还得度众生 所以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 我们看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愿意做 无论有多苦 他不会放弃我们 无论有多苦 他从来不舍弃我们 都是在照顾我们 护念我们 想念我们 想尽办法来照顾我们 他就是谁 他就是地藏菩萨 所以很多人呢 堵地藏菩萨百愿经 祖师大德 每一次堵地藏菩萨百愿经 不知不觉都掉眼泪 都是流泪了 我们堵地藏菩萨 我们堵地藏菩萨 常常堵有没有流泪 我们常常堵地藏菩萨 越堵越麻木 不知道我在发什么心 你看人家不一样 夜堵那个心 那个精神 为众生的福 为众生的意义 处处 那个精神啊 从来不退转的 所以地藏王菩萨 这一种的 鸿生的愿力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什么精神啊 都是为众生着想 从来不是为自己的 你看我们学佛的人 为什么现在念佛不能得利益 什么样的原因 都是为自己而念的 所以你那个佛号 那个力量啊 发不出来 你的那根菩提心发不出来 什么原因 都是为自己而念的 今天如果你能够为一切众生 用这种的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得了 所以地藏菩萨可以做我们学佛的人的典型的代表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大乘佛法 常常以四大菩萨为代表 这四大菩萨是我们佛教里面教学的次第啊 你要知道 中国那个四大名山 第一个排第一是谁 九华山 地藏王菩萨 排第二的是谁 观世音菩萨 普陀山 第三是谁 文殊生命菩萨 五台山 第四位排最后的就是尔美山普贤菩萨 这四大菩萨都有次第的 都是以地藏王菩萨为首 所以他能够做我们学佛的人典型的代表的服务 欢喜来服务 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我们今天念佛也是为一切众生 不但我们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父母 为我们的过往的家庭建属 为我们过往的父母 为我们的累积因亲在主 为这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我们就是念这些名号来为这些众生来服务的 你用这种心量来念佛 你那个福报很大 你这个福报永远永远享受不尽的 因为你的心量 所谓的量大福大 你的心量大 你的福就大 所以 菩萨在最苦最糟糕的环境中 最高的最糟糕的最麻烦的 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地狱的 包括我们这个环境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依然都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本愿 本愿 他的本愿是什么 下面的会给大家说明 从来没有忘记他自己的行持 行持都是他的对我们的这个的关怀 对我们的关心 从来没有休息过的 24小时没有 你以为地藏菩萨有休息啊 哎 现在时间到了 10点了 我要休息我要睡觉 没有啊 地藏菩萨哪有有休息的时间 没有24小时都是为一切众生在服务的 从来没有退转过的 我们还好哎 啊 吃个饭 上上步 休息一下 啊 再来念阿弥陀佛 啊 有空啊 就休息一下 吃个饭 时间到了 晚上 又要睡觉了 哦 地藏王菩萨没有 哦 哦 所以很多人啊 问地藏王菩萨的事业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这个就是菩萨的事业 啊 所以很多人说地藏菩萨的事业是什么 就是这 都是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这个就是他的事业 来做义工啊 你需要我来帮助 只要你跟地藏菩萨有缘的 地藏菩萨都会来帮助你 那你要跟他有什么 有缘呢 你念他的名号 就我们好像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跟阿弥陀佛集了这个缘 你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你就跟地藏菩萨有缘 所以真的地藏菩萨是一位了不起 欢喜为一切众生来服务 在任何环境中菩萨都是这样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菩萨 所以做菩萨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你不要以为 人家教你一生 老菩萨 整个人感觉好像 整个人好像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当你喊你老菩萨你好不好 你要想起菩萨的精神是什么 就算我们没有奖金 就说我们没办法帮助别人 起码你可以念佛 你可以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他的名号 你可以念地藏王菩萨 我念我来为一切众生服务 我来回向给一切众生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我今天念阿弥陀佛 我来回向给一切众生 你就是在学习阿弥陀佛 因为功德无量 再加上现在这个社会很不安定 你看前几天俄罗斯 跟乌克兰打起来了 如果这个没有处理好 会不会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都是为别人着想 不是为自己着想 这个就是菩萨 这两个字 简单来给大家介绍 像我们今天到佛堂做义工 你也是菩萨 只是那个菩萨是出发心的菩萨 是小菩萨 你在义工 遇到人家 你不喜欢的事情 看到你讨厌的事情 你赶快想想菩萨 赶快想想地藏王菩萨 人家怎么对待他 侮辱他 批评他 毁谤他 伤害他 地藏王菩萨 从来没有讨厌过别人 欢欢喜喜的 都是为众生 我们也要用这种的精神 因为我们生在这个地方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是非人物 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争夺名利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名文利养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自私自利的 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贪嗔吃慢 会有一个讨厌欢喜快乐 种种的 当你面对这种的情形 让你很烦恼的时候 你赶快想起菩萨 人家怎么对待他 他从来不讨厌人家 所以我们要这样学 把这些的利益 把这些不欢喜的事情 变成自己的功德 这个就是菩萨 要这样修 记得 一到什么样的 让你不高兴的 你要把这个不高兴的境界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你要记得 只有功德 才能够帮助我们 往生西方进入世界 只有功德 才能够帮助我们 忏悔我们的业障 消除我们的业障 福德是没办法的 功德 功德是什么 功都是功夫 德 你能够断恶修善 你能够在这个污染的地方 你能够修清净心 你不会被迷惑了 这个就是功德 这个菩萨 好我们看下面的本愿 本愿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下面 这个听经很重要 学习很重要 本愿 愿是指什么 就是指他的愿望 他的需求 地藏王菩萨的愿望是什么 像阿弥陀佛的愿望是什么 阿弥陀佛的愿望 希望你们 每一个人 赶快来到我的国土 赶快到我这个地方来 因为啊 我们这个世界太苦了 苦得不堪圆 你要赶快回来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的老家 你要赶快回来 阿弥陀佛24小时 都在在那个地方等我们回家 所以你看我们念这个佛像 你看那个佛像 你看到 有没有 一只手 你的阿弥陀佛的左手 左手往哪边 右手往哪个地方 我们经典所讲的黄金未必 啊 王心未必 你看那个阿弥陀佛24小时 站在那边 一只手拿着脸花 一只手往 指什么 指下面 指的下面是谁 就是我们一切众生 所以地藏王菩萨的愿望就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我们一切众生赶紧赶紧回头了 不要再等了 希望我们一切众生赶紧赶紧觉悟 不要再迷惑了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希望 我们有没有回头 我们有没有觉悟 说实在的 到现在还不觉悟 你看为什么地藏王菩萨叫我们要赶紧赶紧赶快回头 因为我们在这个六道啊 已经流浪了很久 有多久 五量节啊 六道是很苦的 特别是三二道很苦的 我们今生能够得忍生还在这个地方念佛 还能够听经诵经 也算不错啊 那如果将来呢 如果你这一生不好好修 你的来世 会不会比这一世更糟糕啊 会有可能哦 你不要以为 你今生 今天还不错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世间很脆弱的 靠不住啊 很不靠谱的 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因为他有无常啊 无常随时都会到的 今天能够穿的衣服 明天不不不见得能够穿的衣服 今天能够还可以吃个饭 还能在这边念佛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地藏王菩萨告诉我们 你赶快回头 赶快念佛 赶快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这个就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你到西方极的世界去 等于帮助我一个工作 为什么 如果我们将来到了三恶道 地藏王菩萨又来照顾我们 辛辛苦苦把你度走了 把你度到得到这个人生 一牛头又在造业 那你说 什么样的功德是最大的 赶快念佛到西方极的世界 报三宝恩最大的是什么 赶快念佛到西方极的世界 报达父之恩最大的功德 就是念佛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地藏王菩萨今天他的大愿 是从哪里发来的呢 从他的真心 他真心发出来的 他用他的虔诚心而发出来的 从他的自信而流露出来的 来发起他这个大愿 来发起对众生的这种的服务 所以地藏王菩萨 无论在怎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看你看 地藏菩萨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 人家怎么对待他 称赞他 侮辱他 无论在怎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就看得出来 地藏菩萨辛辛苦苦把众生 渡走了 众生回头过来又没有感恩 又回头来毁谤地藏王菩萨 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讲了很多这些例子 而在里面的例子所讲的 可能我们 又曾经犯了这个毛病 你看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他都能够尽得起考验 你看 我们 遇到一个莫名其妙 来骂我们 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 你讲实话 有人在讲你的是非 有人讲讲你的坏话 有人在说你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你这个人是如何如何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那个心会不会不高兴 讲实话嘛 当然会不高兴嘛 对不对 发脾气 甚至于可能 到你的后面 到你的厨房 拿什么 拿一个棍子 我今天找他算账 你看脾气 一发出来 失忌了理智 会感到很多事情会出来 你看我最近看到很多一些 因为发脾气 你看 失误 杀了人 伤害了人 最后呢 你看 所以啊 他能够尽得起考验 无论狂风大浪 狂风大浪就是 人家毁谤啊 人家伤害啊 种种的 他从来不动摇 什么样的境界 无论在境界当中 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逆境是什么 就是你不喜欢的事情 顺境是什么 就是你喜欢的事情 在这个境界当中 他从来不动摇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 首发的愿 都是从他的内心 他的真诚心 他的清诚心 他的菩提间而发出来的 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他从来不会退转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我们今天跟地藏菩萨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跟地藏菩萨的区别在哪里 你看看下面的哪一章你就知道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发的愿力不强 我们的愿力不强 一下子好 一下子不好 一下子很静静 一下子退步 一下子很喜欢念佛 一下子不喜欢念佛了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等一下高兴 等一下不喜欢 等一下讨厌 种种的 都是不平衡 那我们今天的愿力为什么不强 进不起的考验 而容易在境界当中而所转 而且在这个境界当中容易 容易什么 迷失了方向 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愿 所发的不是用真心而发 是用什么心 用你的旺心 什么叫做旺心 不是真实的心 不是虔诚的心 不是真正恭敬的心 来发这个愿的 那今天我要问大家 那今天我要问大家 为什么我们的真心发不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菩提心发不出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们知道吗 你看很多我们看到一些朋友 有 无论有多苦 他常常想尽办法要帮助 人家一些受苦受难的 我们今天我们的菩提心 为什么发不出来 我们的真心为什么发不出来 我们的清晨的心 为什么发不出来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孝敬落实在生活 不但对父母能够孝敬 但是对生生世世你的父母 你也要孝敬 谁是我们的生生世世的父母 生生世世的父母就是我们一切的众生 所以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他从来不动摇 从来不退转 是因为他从来不离开孝敬这两个字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今天你们问问你们自己 我今天念佛为什么退的多 进的少 什么样的原因 你就明白了 你看那些人 比如说很喜欢拼命工作的 你看有一些人拼命的赚钱 拼命的工作 拼命一直在赚钱 是什么样的力量 来推动他这样的拼命 你看那个外面的人 哇 每一天 我们讲福建话 天天天这样拼命的赚钱 天天的工作 连吃饭都没有时间 连睡觉都不够 是什么样的力量啊 让他又这么样的 这么努力 就是因为有力嘛 如果没有力的话 他还会拼命工作吗 不可能 那菩萨也是啊 诸佛菩萨无论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 五量节以来都是在为众生着想 都是因为孝敬这两个字的力量 所以过去呢 过去我们看下面 这个下面的这一章也蛮有蛮有意思的 你看过去啊 我曾经有遇到人问我 问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说啊 他说地藏王菩萨 无始以来都在发愿度众生 我们要如何来学习他呢 是不是要发愿到地狱去度众生吗 你看我这个人太了不起了 所谓的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寸浮体 这个地狱不空啊 就跟他做一画画一下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这个愿可以发吗 不能发呀 为什么呢 有气无悔啊 真的耶 我看到地狱的众生很苦 看到地狱王菩萨 24小时 每天在那边帮助众生 我也要发这个愿 我去到地狱去观光旅游 看看哪些众生 能够帮助我一把 把他拉一把 不但你拉不了 你可能会带几个替势轨 跟你一起下去的 真的耶 你可能会带几个替势轨 因为你造业嘛 你自己造业 会影响别人跟你造业啊 你把这些你的周围的人 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你这些你认识的 一起造业通通到地狱 地狱去 去什么 去受苦啊 所以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到底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愿啊 不能发 一发啊 有气无悔了 你要发什么愿 我要赶快念阿弥陀佛 到西方结论世界去 真的耶 以前啊 我 常常啊 听我母亲讲一句话 如果翻译中文 我母亲讲什么 她说人生至古无遗憾 人生至古无遗憾 大概这样的解释 我们很多人哦 在这个世上 当他临终的时候 或者他离开这个世界 常常很多带做什么 带很多一些遗憾的事情 那我们不能有这样的 我们不能带遗憾做的 我这一生的遗憾是什么 如果没有好好念佛 将来到西方结论世界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遗憾 为什么 因为人生很苦啊 这个世界真的很苦 你看 你拼拼 你拼命的赚成 你天天的工作 你拼命的去做 去追求 到最后一样东西都带不走 你说苦不苦 很苦啊 所以不能 所以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 好 我们看下面 地藏王菩萨 其实他可以成佛的 而且他早就成佛了 他不愿意啊 他不愿意成佛 他愿意做菩萨的身份 他愿意 他不想成佛 其实他已经成佛了 但是他不想成佛 所以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看到什么 地藏菩萨常讲的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只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你看哦 他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他要到地狱去教化众生了 他为什么要到地狱去教化众生 那个地狱很苦 真的啊 人在那个地方真的很苦的 谁愿意去的 地藏王菩萨愿意去 他为什么愿意到那边去呢 我看下面你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要到那边去 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众生受苦 不忍心看到众生饱受折磨 才发这个大愿 把地狱的众生救上来 这个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本愿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最后 给大家来说明 所以地藏菩萨这一种慈悲的精神的愿力 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赌他的精 真的我们有时候想不明白 为什么地藏王菩萨要这样做呢 我们常常会这样想 明明知道很苦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地方 明明在打仗 在战争 是很苦的 但是他拼拼命的 要往那边去做一功 有时候我们想不明白 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 水地藏菩萨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众生受的苦难越多 菩萨的悲心他就业重 别人不愿意去的他都愿意 别人不愿意吃苦头的他肯吃 悲心到了极处啊 所以在佛教里面 称为地藏王菩萨称为什么呢 永做幽明教主 西方其乐世界的教主是谁 阿弥陀佛 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是谁 释迦牟尼佛 地藏王菩萨是谁的教主 是永做幽明的教主 幽明是指什么 就是指地狱 我们常常讲的幽明界的幽明界 这些人已经往生的这些人 幽明界的 这样的精神呢 我们值得来学习 所以你要学习啊 你看老师傅当学这部地藏经 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 在看看这些资料的时候 所写出来的 都是把这些最精华的给大家分享 不然的话你看整部地藏经 这么大本这么厚 你看这么大的一本 很厚啊 每一次在学这个地藏本应卷的稿子呢 那心里面呢 一种精神啊 一种精神啊 重重再发出来 为什么今天要学地藏王菩萨 因为我想要离苦 我真的很想离苦 这个说法世界真的 不值得我们留念 不值得我们去过于执着 为什么 你过于执着只有带着痛苦 你过于只有留念 只能带来烦恼 所以赶快能够放下的就放下 能够去做的我们去救 随遇而安 这样过的日子啊 你才能够快乐 不然的话每天在那边计较 每天在那边痛苦 每天在那边胡思乱想 到最后 又照月 又不能往生西方解乐世界 何必呢 没必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就是不要跟一切众生来计较了 今天我们学习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就是不要跟一切众生来对峙 我们今天来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就是不要讲别人的过失 不要看别人的过失 把自己做好 就对了 这个就是念佛的精神 这个就是我们学地藏王菩萨的精神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该怎么做呢 下个星期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呢 简单为大家介绍 这个地藏菩萨百元经 菩萨 祝大家身体健康 好好念佛 好好用功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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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